嘿,我是安妮,你最近还好吗? 如果你突然失业了,你还能舒适生活多久? 一行四季的这两年,我从朋友那里听到最多的话就是焦虑、迷茫、恐惧 已经被生活压得快要喘风气来了 我的生活方式跟很多人不一样 这也是我创立这个频道的目的 就是希望把我的生活方式复制给更多的人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家庭 一行开始以后,在我的收入并没有受到影响的情况下 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社交 所以我每天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我现在的商业模式 好好的学习和总结 所以我的收入甚至是一直在增长的,也越来越稳定了 我没有老板,我跟客户谈成所有的钱都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之前上过六个月的班 然后觉得实在太影响我赚钱了,就辞职了 我没有任何人工费用,也没有铺租 我之前刚刚到达美国的时候,一度非常彷徨和害怕 所以我依然记得那个不到90斤的我 拖着超过100斤的行李箱去找房子的情景 我也记得当时在零下20度的冬天 我顶着芝加哥的大雪,开着一辆比我年龄还大的车 去其他城市给客户送货 尽管我在国外读书,但是从我大二开始 我家人就忽然跟我说他们没办法再支撑我的学费了 这个故事有点长,感兴趣的话 我后面就专门开一个视频来讲解我的经历 但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之前受过的苦难和孤独 也是在逼着我快速成长 让我能够去不在意别人的看法 逐渐成为了自己的光,承受了现在的自己 我从之前的人生之案出爬了起来 所以我现在开设这个频道 也是希望能够用自己的一点点能量 能够让那些跟几年前的我一样 处于迷茫和不如意的朋友 得到我现在自由的生活方式 享受生活的美好和实现自我价值 而不是每天为了老板的利益和经济压力疲于奔命 因为我也上过班,也做过形形色色的坚持 在各种互联网平台上也摸爬滚打了十年 算是摸索出来了一些取得被动收入的方法 和自由职业的生活方式 每天都是自己安排工作和时间 也不会有任何人来push你 并且有一天就算我想完全躺平休息一段时间 我的被动收入也可以保证我的生活质量 我最近真的看到太多的人现在彷徨迷茫无助理 或许我的经验能给你一点点启发和鼓励 或者让你对未来有一个新的发展方向 所以我决定总结我知道了所有的赚钱方法和财富思维 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你 所以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通过我的方法 得到了更好更自由的生活方式 那千万不要吝啬跟我分享你的喜悦 我的频道会持续更新最新兴的网络创业和赚钱方法 大部分是附带石头攻略的 包括社交媒体、自媒体、跨境建商 各种网络副业和赚钱项目 全都是你一个人在家就可以启动的商业模式 这些模式的好处就在于 只要你前期把它搭建好 那你后面就算什么都不干 也可以持续地享受它在给你的金钱收益 可以实现在家办退休 说白了就是躺着赚 所以如果你也退不去上班 在家时间财务自由感兴趣的话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小铃铛然后点一个赞 这样你就不会跟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搭建而过了 也可以关注我的ins和公众号 我也会在上面持续地跟大家互动 我的很多经验和理念 可能都是颠覆你的认知的 就比如说很多人都会把自律和控制欲望 联系在一起 但是在我看来 我基本没怎么压抑过自己 甚至如果按照网上的早上5点起 工作12个小时的标准 我是一个极度不自律的人 因为我每天分配给工作的时间 可能不超过4个小时 但就是因为这样去取舍 我就可以把时间放在真正有价值的事情上 才能在其他时间自由自在 我希望我能够帮助你 在你每天醒来以后 周围全都是你爱的人和事 因为发现之前的迷茫都已经烟消云散 生活的意义又回来了 所以加油吧 让我陪你从那么无闻到连接全世界 实现真正的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K